凤林警分局一名翁姓远警15号的晚间和老婆以及朋友相约聚餐饮酒 没有想到结束之后却酒驾自撞 翁姓远警因为担心会被警局惩处 现场还一度否认开车 但最后还是置之难逃罪责 在警局的劝说下才坦诚酒驾 当场后悔痛哭 凤林分局一名翁姓远警15号晚间和老婆及朋友相约聚餐饮酒 结束后安排没喝酒的老婆开车 但途中两夫妻却发生争执 老婆一度负气下车 变成翁姓远警接受 没想到好不容易才把老婆哄上车 就发生子撞事故 休旅车车头全毁 轮轴也被撞得扭曲变形 这事发地点就在吉安乡吉安路三段及扶舱路口 翁姓远警不慎撞击路旁排水工程 一路推撞大约50公尺 整台车才停了下来 因为担心酒后造势会被警局惩处 现场还一度否认开车 但最后还是置之难逃罪责 在警局的劝说下才坦诚酒驾 当场后悔痛哭 那欧元一开始一时心虚 谎称为其妻子所驾驶 后军本局查证为欧元本人所驾驶 那本局业一涉嫌公共危险等罪嫌 寒送地检署侦办 那后续将依相关规定从严究责 何处欧元既于大过属份以及调整服务地区 然后列年终烤鸡丙等等重层 另将追究相关烤监不周人员责任 警察同仁执法犯法酒驾上路 还造成一名理性工人腿部遭化伤 所幸在松衣后并没有大碍 而华联陷警局则表示 将会持续强化远景的法际教育 宣示酒驾零龙冷 对于远景酒后驾车的行为绝对严惩不待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